这么样违法乱纪 这么样毫无章法的政府 我们要不要让他下台 要 我们要不要指责他 12月18号 绝对不仅仅是四个公投 12月18号 是台湾人民对民进党政府的 不信任投票 好不好 其实呢 刚刚志强说我是他粉丝 那我也是他的粉丝 那我真的觉得这几天辛苦他了 将近这两年 我都没有看到他停下来过 尤其是这几天 他除了在凯道 在那里睡之外呢 还要准备 这个到这个电视台的辩论 辩论你们看了没有 有 他讲的好不好 好 徐国勇简直就在那里打转 对不对 所以只有一句话 就是理直气壮 因为我们讲的是有道理的 我们讲的是对的 没有理 你走到哪里 你都是没有道理的 那我为什么今天会来这里呢 因为我也最终志强的那个网人的脸书 那我本来是要去凯道给他加油打气的 但是呢这几天我看到他说要来这里 那一方面呢我觉得在这个乌烟瘴气的中二 中二这边呢 我们带来了一盏明灯 这是其一 我觉得他很勇敢 其二 我是台中人 我出生在和平区 七年高中毕业之后 就到台北工作 我跟大家报告 我这几年回来 我真的实在再也看不到蓝蓝的天空 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 仰望天空是蓝的 有的时候在我们山区我还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明亮的星星 可是曾几何时 我高铁一下来 我就看到的是乌烟瘴气的天空 然后再往我的老家和平区区走 摩天陵的天空都是黑的 雾霾也没有放过我们山区了 所以今天我要来跟我的台中的乡亲说 我们在12月18号的投票 绝对不仅仅只是 所谓的公投四个同意 而是对这长期以来 民进党政府 对于整个施政的无能 整个施政的荒腔走板感到愤怒 例如食安的问题 我想大家都看过我的脸书 我用最简单的一句话跟大家说明 台湾的猪到目前 瘦肉精是不可以放在台湾的猪的 它是不合法的 可是为什么美国的猪吃了瘦肉精 我们的台湾政府就要让我们吃呢 你们觉得有道理吗 而且我觉得更愤怒的是 我这六年在教育文化委员会 我们觉得你蔡英文用一纸行政命令 就要我们全民吃莱猪 那么我们对我们的下一代要保护吧 我们在学校的同学们 孩子们 我们要在法里面 禁止含有瘦肉精的这样子的猪肉进到学校 大家知道吗 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教育文化委员会的委员 全部都投票不同意啊 这样子的立委 你们还要支持他吗 这样的政府你要不要抗议 所以不仅仅是食安的问题 我们再来看环境的问题 环境的问题绝对跟我们能源问题有关系 大家看一看 我们的能源 有没有缺电现在 有 有 有没有缺水 有 我还记得以前并不会啊 你们还记得2007的时候 有人告诉我们说台湾台电在长电 有没有 有 可是现在他告诉我们什么 不会缺电 用爱发电 是不是有没有听过这个口号 有 但是他们执政了之后 用爱发电可以吗 可以 我们简直是用肺 在发电 大家也都知道前一段时间 我的肺也出了问题 所以全台湾 有多少的像我们这样子年纪轻的 不抽烟 我也没有下厨 为什么某的肺会有问题呢 大家想一想 往天空一看就知道全台湾的天空都怎么样 有没有蓝天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12月18号 如果我们要照顾我们的肺 一定要出来公投好不好 我再跟大家报告 大家说台湾的防疫做得很好 所以我们的指挥官非常的骄傲 我跟大家报告台湾的防疫好 并不是我们指挥官好 而是我们的台湾的人们人民实在太棒了 我们非常的听话 我们也不希望疫情 所以我们大家都躲在家里面 可是 我们有好的疫苗可以打吗 没有 如果不是 郭台铭 如果不是几个企业 到外面去 很快的拿到 很快的买到BNT 你想 我们现在大家都在打什么 高端疫苗 对不对 对 高端疫苗在立法院 我们花了非常多人民的纳税钱去买 您知道吗 现在只有77万的人打高端 我们还有几百万是在仓库里面 准备要报废 这个钱是陈时中的钱吗 是 这个钱是谁的钱 是人民纳税钱啊 这个钱绝对不是蔡英文口袋钱 也不是陈时中的钱 所以我要跟大家报告 这么样违法乱纪 这么样毫无章法的政府 我们要不要让他下台 我们要不要指责他 所以 我说12月18号绝对不仅仅是四个公投 12月18号是台湾人民对民进党政府的不信任投票好不好 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手牵着手出来投票好吗 好 在这里我希望志强你要保护身体 我们只剩最后一个月的时间 大家一定要团结 大家要保护身体 大家要保护身体 我们要到12月18号投下那个神圣的一票 因为以前他们告诉我们 因为以前他们告诉我们 那没出头梯 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为什么投票完了之后就忘了谁是主人了 所以我们只有在12月18号的时候 要不要出头梯 要不要出头梯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攻投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 志强你要加油 台中的人民要加油好不好 好 我家乡的人民要加油好吗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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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